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老爷观众老爷以及我的会员们各位巴一老爷们大家好我是你们38岁被中国淘汰职业经理了Bob 大家好今天跟大家聊三个话题 第一个话题正好是我的那个会员就是Telegram 我Telegram上面不是有个会员群吗 然后他们就有人发了关于清朝 清史为什么难修 大家都知道这个清史修传呢 不是中国一直很难出来 然后这位老哥呢他是真儿八经的那个清史的研究生 然后参加了这个所谓的清史修传工程 然后他其实这人还蛮厉害的 他那个写了很多东西 包括他还认识罗祥之类的 就做视频可以看得出来是有一定的功底的 我蛮喜欢的 大家可以有空关注一下去看看他 对然后他就谈他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史观定不下来 那史观是什么呢 就是你到底用什么样子的那个角度去看清朝 你比如说今天用我们的所谓的团结史观 或者民族叙事史观 去看清朝的话 首先清朝是不是一个合法政府 是 那清朝是一个合法政府 这个时候由那个 就是所谓的孙中山去推翻了清朝 或者说我们所谓的那个 民盟去推翻了清朝 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下 那中国政府又是承认孙中山的 毕竟天安门广场上面会挂孙中山像 这个就很难去谈 所以大家可以先 我们先看看这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再聊聊今天我们老师给我们一个新的英文学习的资料站点 我这个东西呢特别适合我 我觉得更适合大家 因为之前的东西其实说句实话有点难有点枯燥的 我一直没有推荐给过的各位 然后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 最后一个就讲一下这个所谓的高校招聘会只开出薪资800到1400元 因为其实是个实习岗位 但是我自己还有点想法想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我们先看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就青史为什么修不出来 青史为什么迟迟没修出来呢 我觉得我可以说两句 因为我本身是青史所的严嘛 然后那个我们上学期间跟着老师妹经常到国家青史专修工程啊 这个神州数码去挣点小钱啊 做点工作 老师们都在项目之中啊 所以有点了解 三个原因吧 第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就是史观上一直是定不下来 我们知道这个清朝呢 它不仅仅是阶级矛盾 且还有很多的民族矛盾 扩张也好民族入中原也好 这种情况下 传统的这个唯物史观里边的 星级叙事啊 它不太好使 所以就必须要引入民族史观 但是民族史观呢 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 我们当下的中华民族叙事 56个民族一碗水端平 它拿到解读青史的时候不好使 因为清朝的民族矛盾太多了 那满汉的矛盾 满蒙的矛盾 满汉和回的矛盾 满汉和苗满的矛盾 这四大主要矛盾的话 你说你占谁不占谁 你要是站在满洲人入中原是合法的话 那就等于说是站到了很多的 少民族和汉族对立面了 这就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汉族人肯定不干呢 是不是啊 那你等于说是否定了 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的合法性 是吧 他说那人民英雄纪念碑 下面那几块浮雕怎么个搞法 是吧 是吧 因为你推翻了清朝嘛 那你把合法政府给推翻了嘛 对吧 就像我说的 那个天安门广场上面 还挂着孙中山的像呢 所以 共产党这边就特别难 就我们说难听点嘛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 那人民英雄纪念碑 下面那几块浮雕 怎么说 那如果你站到汉本位的角度 当大部分人倒是不得罪了 可是少数民族他们又不干 你站到这个回族的角度怎么说 那等于说西北回乱怎么解读 所以说这是一个 史官上重大的一个漏洞 导致我们现在团结史官的 他没缝在青史中去试用 中华民族的叙事呢 它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产业 并不能解读二三百年前的这种 民族斗争的历史 所以这里面 这老哥 其实反贼反到底 但是因为他文化水平太高了 就是一般的粉红 就包括我估计 观察者网都不一定看得出来 他到底在说什么 对吧 他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重要的点 那你看他这里面说 中华民族的叙事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物 所以一堆黄汉啊 包括什么自古以来 什么对吧 台湾是中国的 这东西吧 所谓的自古以来的自古 你要放这两三百年前 就像他说的什么 什么传结这产物之类的 现在这个没有 没这个概念 没有 它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产物 你看这老哥 对吧 要是观察者网 但凡有一点智商的人 一听 把他跳脚的 并不能解读二三百年前的这种 民族斗争的历史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史官既然有问题 实际上有待于我们学人去解决 他做史学理论的开拓 但是我们的学人呢 实际上他还是比较为喜不前 大部分的学人 从他们从学生开始呢 我们跟着老师基本上都做考据 人名地名 是吧 直观年代 天天搞这个前家小学 那最后呢 搞出一堆资料汇编 翻译各种少民族和外国的史学的资料 大清史 搞了上亿字 最后只不过是一个档案馆 根本没有一个说史学理论上 一个史官上真正的建树 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学人他是逃不了干系的 第三个是什么样的 利益问题 人性啊 这个 清史下 他说的第二个问题呢 其实说到底就是 就是中国中国政府呢 他也不敢让他们去随便说 因为随便说的话 一不小心就帮 那最后呢 搞出一堆资料汇编 就是他们如果 你给这帮文 就是所谓的这些 真正的知识分子 文化者 对吧 去去聊这个东西 聊着聊着他们开始写正儿八经的东西 好 共产党的那个合法性又受了巨大的挑战了 你看对吧 我们这些都知道 就是比如说我们讲清史 清史呢 一般 一般说清朝写一个皇帝造译的话 就会奉照的话 皇帝要写点什么东西的话 他都要翻译成一个叫蒙古文 一个是满文 蒙古文 汉文 大概是要翻译成三个国家 三种文字 所以蒙古这个地方 他对清史的资料非常多 因为虽然讲起来蒙古和那个 和那个清之间 他也有他的矛盾 但是呢 满蒙满蒙 争在一起 因为毕竟满蒙呢 这边就是大家在叫 增格零星之类的 打仗清朝 还要去找蒙古找兵 对 所以这一块历史错综复杂 所以他们一定会有蒙古的 那接下来为什么也会有俄文 对吧 故宫俄文史料 这个东西呢 也是 就是俄罗斯对中国政府政庭的关系呢 就既打仗也有那个资料 包括蒋介石和那个俄罗斯也有关系 对 然后译文什么红党制 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议 西北历史啊之类的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上一字最后只不过是一个档案馆 根本没有一个说史学理论上 一个史观上真正的建树 你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 学人它是逃不了干系的 第三个是什么呢 利益问题 人性啊 这个青史项目呢 是02年8月份开始立项 之后到现在20多年 它养活了一代人 这些老师呢 包括我们这些学生 跟着打酱油啊 他们吃着我们喝汤 说白了在校内的工资之外 它有另一份很优厚的收入 很多人靠这个 这几十年下来换房子 换车换老婆 那你现在突然把这个项目 要结了的话 你断人财路犹如农财害命了 当然不干了 人家就会说了 你看清朝康前三朝修明史 一百年 我们才修了二十多年 早着呢 我们还准备吃三代呢 这人家都不着急 那我们在这房子不及太监 这有什么用啊 所以利益这条线呢 就导致了青史 他主修这批人 他就不希望他快速结束 原来啊 就是说是十年结束 二十年 现在大老爷子都死了 还是遥遥无期 哎 慢慢等吧 所以这是第三个因素 那解决不了 这个青史问题 怎么办 我觉得其实也无所谓 没有青史了 我们就不能解读这段历史了吗 就不能了解这段历史了吗 啊 我们有这个青史列传呢 也有青史稿啊 还有很多的这个笔记 那文集都是可以做研究的 就算他修出来几千万字 怎么看 谁谁谁能把他买回家看一看 人戏 所以大家根本不要指望 也不需要去关心 那个东西啊 就让他慢慢修去吧 让他们自娱自乐去吧 青史未 哎 他讲起来是自娱自乐 其实里面就是我们说反贼吧 最反的反贼 其实水平高的 就像这样子 是正儿八经的科班 科班处身 你看这种人笨不笨 原始怎么修的 青史就怎么修 呵呵呵 青史要是修好了 台湾这个问题又大了 呵呵呵 所以对共产党来说 这很难 这都很难的 都很难 他其实还是还是蛮好的 这能做视频 其实科班的水平是有的 你 庙号大全 对 好 所以呢 就是就对共产党来说呢 他其实现在很难受 就像台湾说 我130 113年 还是133 113年吧 大概 他反正台湾有110几年的一个历史 100多年的历史吧 那共产党呢 75年 那你说 你是共产党老说 他是台湾的爹 叫他回家 那台湾说 哪有儿子比爹大的 哪有爹比儿子小的 是吧 那么要么乱伦出来的 所以这东西 包括修国民党史都难说 非常非常的难说 因为国民党也是受俄罗斯政府 或者说受那个布尔什维克赞助的 所以这东西特别难说 是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 今天老师给的一个新的英文资料学习站点的事情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 那个推特上面的人是怎么说的 他说 中国历史上给前朝修史 这个事情 目的是盖官定论 宣扬自己的合法性 但是大清这个官不好盖 论也定不下来 里面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必须有一个简洁明了的标准 能够把八旗大清路官和日本清华区分 所以呢 这个东西呢 我也跟那个会员们说一下 这东西不对的 他说的是不对的 说的是不对的 他主要问题就是那个辛亥革命 以及那个所谓的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 这两个是主要问题 而不是什么日本不是日本 对 这个有有有点不大好说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是我老师 老师这学期 这个Time 然后老师给我们开始着重的 就是全都在这个上面找学习资料的 然后我今天呢 就是我们老师给我们掌了一下 之后呢 我觉得这个确实好 第一 他的话题好 就比如说像这个话题是 这个阅读 他来应该是来自于卫宝的 果然点 这个我念不来 大家意思意思 首先他会 他你就是 从这个Time开始呢 我们这个课呢 就不会再给我们用电脑了 之前呢 都让我们在电脑上面写东西 然后现在换了老师来之后呢 就不给我们用电脑了 他认为 就像这个上面说的 就是我们的Screen Time太多了 然后会让我们那个Distance 就是注意力分散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他就会让我们更多的 就是打印出来 打印呢 也是要钱的 他们老师的 好像是自己掏腰包包 给我们打印的 反正 也不便宜啊 虽然打印黑色的 也要一刀 10C一张的样子 但是老师呢 就是自己掏腰包 给我们全都打印出来 然后让我们做 首先他的讨论就特别有意思 他说那个 就是当我们关注 就非常担心 担心 担心 Aboard my child's screen time 的时候呢 同时我们也要小心一点 对吧 这个正好也在吞噬我们自己 污染我们自己 是吧 然后他就开始说了 说啊 这个先让我们读阅读 老师就会抽 就是让学生一个恶点名 让我们一个恶点名的来读一段 每个人读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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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那些文字 就是那些字呢 甚至于我们的local同学都不是特别认识 老师要帮他们去纠正一下 好 读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是 这个是总共是两段嘛 读完了之后呢 就做第一部分 这个part one part one是什么呢 part one就是说 哦 是先反一反 就是在没有正式读之前 我们先做一个 娱乐 叫wom 对 娱乐 娱乐的时候呢 就说会问我们这些问题 然后我们每个人都会聊一聊 聊完了之后呢 接下来就开始读这篇文章 读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是做第二部分 就是这里面出现的一些单词 比如说 billboard billboard是什么东西 对吧 large的outdoor的board used to display advancement advancement 对 advancement 广告嘛 对 然后比如说这个 arching arching是什么意思 就是 就是similar in neutral 什么 sharing the same qualities 这个东西 反正就就开始 给我们就会一起来做这个答案 先让我们自己做 做上大概1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的样子 然后开始大家一起做 做完了之后呢 就进入到第三部分 advanced 然后就开始要往里面填字 但这些字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上面 然后这个东西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特别特别的难 特别特别的难 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我自己做做了20分钟 就做的特别难 然后我们助教就会来帮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东西 大概怎么做 然后怎么去找 好 这个完了之后呢 就更难的来了 更难的这个东西呢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 就是说 他说 你看 他说 completed sentence using words and face from the article 在这里 他就说 你要到这个文章里面 去找 找到了 就是这一段话里面 你比如说这一段话 parents tend to be concerned about both 什么什么 under什么什么 match 然后呢 他就是在第一段里面 我们看看 他有很多 one thousands concern 对吧 worry about acruise the course of the day 对吧 就是 a thousands things to worry about acruise 然后比如说 what's that in their mouth how am I going to get this cleaning down 对 会有什么 就随便挑两个出来 然后这个东西 做完了之后呢 再往会往下做 就会更难更难更难 确实不容易 所以他这边呢 就写的 说这是一个advanced 是level3的 那除了这个advanced level3呢 它其实还有level2的水平 level2呢 就比如说是这个 这是level1 让我看看 这是level2 这是level2的答案 这是level1的答案 这是level3 让我看看 这是level2 这是level2 你看level2的那个 他看的一些单词之类的 就会偏简单一点 然后整体的那个难度之类的问答 那就还可以 所以大家就风简游轮 包括他文章都会稍微改改一点 所以各位就风简游轮 你看我们前面是9段 他这里就8段了 不好意思啊 我说话说的就有点重复 所以各位可以风简游轮 大家游轮 游轮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学的一个 然后我们学到这个呢 其实它是一个adults系列 就成冷adults系列的一个课程 对 你看how many arula points did I lose the new什么colonus currency has hints of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 Astora Astora大概是航天员吧 I have eaten pizza every day for 6 years 每一个话题其实特别有意思 然后每一个话题都会有那个高级的 然后有初级的有中级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如果大家要给自己的小孩去经营 或者自己去学习的话 都可以使用这个 然后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话题有很多 然后你看他比如说这边还有listening 他有listening的话题 listening from London的什么 他会有一些这种类似于这种听力的一些东西 那也还会有那个speaking writer writer的那个写作的一些训练在这里 所以英文其实你说难吧 它其实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的 就是如果说有些人很适合规则呢 他学英语就特别好 但你说英语就是英文好学吧 因为我们中有可能甚至很多时候 我们的中文太强了 反而会导致我们学英文就特别特别的痛苦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其实你很简单 就只要搜索这个叫one stop english 只要搜索这个叫one stop english就可以了 你不用太复杂的去搜索它 其实你让我自己做 我如果没有助教的帮助我的那个level 3的 其实做的非常非常的累 非常非常的累 然后做level 2的还行 对我前面就自己做了一下level 2 这个还行 但是做level 3就特别特别的累 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尝试 如果想学好英文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兴趣也没关系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高校招聘会 开出薪资800到1400元 然后呢 这个东西其实前两天的时候就在说了 说了之后呢 我这边也就看了一下 还有跟南娃德哥聊的比较多 那我们看看 小红书小红书不谈了 小红书小红书这个平台有问题的 小红书这人就是 一直说自己只想做一个按键的平台 天天拉偏价 然后小心眼 小红书是所有平台里面 小红书大家都说他像instagram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说 instagram你引流是没问题的 小红书你要引流 你要引流搞死你 搞死你 好 那我们看这个 就是说这个上海市2025届高校毕业生 秋季制造员造病会呢 就出了一个事情 说很多人都喷他 说只有800到1499 那我们看怎么回事呢 说财务部的实习生 两人本科 本科月薪800到1499 然后第二个是 加入软件开发工程师 五个人本科 也是薪资是800到1499 这个薪资合理吗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说 这薪资还真的是合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我来拉偏价 或者给中共洗地 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实习岗位 实习岗位发的呢 在中国我们说 就其实在国外也要 实习岗位发的呢 他这个东西不叫薪水 他叫补贴 所以这HR水平也不高 你把它叫做实习补贴 800到1499块 这就可以理解了 那我们算一下 800到1499块 大概什么水平呢 就是800 比如说800到1499块 我们就算1100块好了 1100块钱除以 除以22天 一天就有50块钱 一天就是50块钱 50块钱也不少了 后来呢 这家公司呢 做了一个回应 这个回应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其实呢 他一周都去不了 去不了这么多时间 他说这个呢 就网上提到的这个 实习生月薪800到1499的表述 并不完整 实际上 我司招聘的实习生 每周仅需到岗一到三天 然后根据 根据按日 薪酬按日结算 并按照实习生到的 刚天到岗的天数和工作表现 浮动调整 是然后就说 这个岗位呢 特别牛逼 有老师傅去带他之类的 他其实是家上市公司 后来我看了眼 他是上市公司 那我们说回来这个事情 那就是比如说 我们就说1100块 1100块钱除以 如果说按照一周三天 满到马上三天 三天三四十二 十二天 十二天的话就91块 你说这个实习薪水高吧 或者说实习补贴高吧 其实还算不错了 因为为什么呢 其实我在2013年的时候 14年的时候 反正到最后到2017年 我还负责招聘 然后我们会有实习生 那时候实习生的补贴 IT我是运维部门 所以我们运维给到的补贴 HR就说稍微给高一点 能够给到100块钱一天 是能够给到100块一天的 那个时候资本毕竟钱多嘛 对吧 当时我们一录制 就发苹果笔记本先发一个 然后有些部门 就苹果三年到 iPad iPhone 那个苹果笔记本全都发 像我们运维都是 苦币 苦币部门 对吧 只发一个苹果笔记本 所以这个 这个实习薪水当时是100 那现在中国经济不好 降到91块 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 对 那我像我最早的时候 实习多少钱了 我实习的时候 其实我没实习过 我是腿断了 然后我后来 就是我2002年的时候 腿断了 当时我去 我去打工 一个月是800块钱 2002年打工 一个月是800 800除以22 也就36块钱 36块钱一天 那你问我36块钱够不够呢 当时是够的 因为当时空调车 还分一块钱和两块钱 一块钱没空调 就巴士 我们说那个公交车 一块钱两块钱 一块钱没空调 两块钱有空调 我作为一个胖子 对吧 肯定是要做有空调的空调车 那先减掉4块钱 36减4 还剩32 吃饭呢 一顿南州牛肉拉面 是6块钱 所以还剩下26 26呢 再去喝一个那种奶茶 马路变上冲的奶茶 再减4块钱 还剩22 还能够再吃两根里肌肉 再减掉4块钱 对吧 还剩18 18踹回家 还能再操两小时电脑 一个小时4块钱 再减8块 哎呀 18块钱减8块 还剩10块钱 10块钱呜呜好 睡个觉 对 当然就 我这个是打的那种 就是超级傻的领工 就是在3C卖场里面 然后帮了 就是 也算是临时的 就是卖卖 那个电脑配件啊 音箱啊 之类的 然后做做清洁 胆胆灰之类的工作 这就是我干的活 后来我正式上班 2002年之后 我不是正式上班了吗 上班的时候 第一份工资就有1800 那1800其实太多了 我妈 我妈叫我交 1200块钱 我妈叫我交1200 我自己留600 留600 那日子其实过得更紧了 对 奶茶都是 搁的很少 还喝奶茶 吃里肌肉 里肌肉两块都吃不了 只能够吃一块里肌肉 一份里肌肉 或者说 那个一份 那个香酥鸡 对 那其实后面呢 后面就不正常了 后面这边就有写的 更过分了 对吧 什么POSE机网络系统 这个招IT嘛 一看就是招IT 我一看就知道了 对吧 你看HIP-V 招IT HIP-V 要懂Winwall 对吧 HIP-V虚拟化 对吧 日常桌面办公维护 HELP DESK 对吧 管理服务器 POSE机 2000到2499 乖 也就是说 现在招一个大学生 和当年我老板 招我一个中专生的薪水 只多了600块钱 只多600 到2003年 我有2500一个月了 就是我混到2003年的时候 我已经有2500一个月了 所以他现在招一个大学生 只招这点钱 后来很多人说也不正常 为什么呢 因为上海市最低收入水平 是多少 2700 他写个2499 这东西不可能 因为你连最低收入水平 都达不到 所以他们很多人说 这个其实是企业 根本不想来了 就不想来 你看什么活动策划 专员主管一冷 对吧 本科月薪2000到2499 说明这个企业 是把它拉过来充速的 那后来我就去 智联招聘 智联招聘 让我看看 对这个 智联招聘上面 看了一下 实习生大概 就是应接生 大概多少钱 平面设计有 应接生 平面设计应接生 应接生 抱歉 或者我们看看 别的应接生 这个是上海 因为我确定了一下 地区是上海 对 你看 这个 这个什么 车险续费 1万到1万6 这个可能是假的 小学英语 英语教师 应接生 这个东西有可能是真的 因为家教本来就贵 对吧 日语应接生 电路设计的 8000到1.5万 这个也是真的 为什么 首先它是写的是 日语应接生 然后是电路设计 你说你要有两个技能 第一你要对 车用电脑的 电路设计懂 就是我们说的意义 然后还要 还要会日本语 日本语 至少一个二级吧 对吧 那这个东西是有可能的 让我们看看 我靠 离子注入研发工程师 这个牛逼 你看在这里 也说了要要具有日本日语一级 日语一级的那个证书 日本语一级 具有日本留学背景 1万块钱 这个也是正常的 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 医药信息沟通专员 这个不就是要 医药销售吗 医药销售 医药代表吗 这4000到6000 所以理论上来说 现在整个均价 就是4000到6000的水平 是正常的 低于这个 其实是有点夸张了 所以我们黑也要黑的 有点水平 对吧 不能够乱黑 不能够乱黑 中软国际怪质 我们要有点水平 不能乱黑 这个也是大学自己有问题 大学自己不做了 不把自己能看能了 谢谢 好谢谢感谢各位 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